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蒂姆布朗的Ideo设计改变一切 Ideo设计改变一切是为追求设计思维的企业及个人打造的蓝图 它将设计思维带进所有企业产品和服务 为社会和企业发掘新的替代方案 作者蒂姆布朗是世界知名创意公司Ideo的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他是工业设计出身 多次获得设计大奖 他服务的客户遍及各个行业 包括苹果 微软 百事 宝洁 雀巢 福特等全球知名企业 这本书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学习怎样成为一名设计思考者 假如我们搭乘时空穿梭机回到过去 会看到什么景象呢 可能会看到马车 也可能会看到原始人正在为部落寻找一顿丰盛的大餐 现如今人类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科技和农业的创新 让现代生活变得更简单 更便捷 因此人们认为创新就是进步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以下内容会告诉我们 尽管创新有强大的力量 但它并没有真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要想创造出真正能让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创新产品或者服务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也就是设计思维 在书中你会了解到 一个不经意的想法会如何激发思维创新 为什么我们思考时要手脑并用 如何通过讲故事激发别人的公益心 要想成为设计思考者就要采用综合法进行设计 很多人认为创新就是发明一种新技术的过程 有了新发明就等于实现了创新 这种想法太过于片面 设计思维为人们揭开创新过程的面纱 让人们对创新有更深刻的理解 设计思维鼓励人们采用综合创新的方法 所谓综合法就是指在设计过程中 结合灵感 构思 实践 这三个空间范畴综合性的进行创作 这三个范畴之间互相有交集 一个设计项目的完成 可能需要反复在这几个范畴之间进行创作 下面我们把这三个范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解释 第一阶段是产生灵感的阶段 比如设计师可能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问题或者机会 他需要思考一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怎样把握这个机会呢 这样灵感就产生了 第二阶段是创意的构思阶段 在这段时间里 设计师需要充分开发思维 探索理论 试验灵感或者创意的可行性 第三阶段是执行阶段 此时我们需要把创意投入市场 接受市场的检验 在创作过程中 设计师的思维可能不会依次穿过这三个阶段 他有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反复创作好几次 所有这些创作阶段就组成了设计思维的过程 比如你在构思阶段开发出来一种产品 这个产品能够解决你在之前灵感阶段遇到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可能想再一次回到灵感阶段 看看你的产品还能解决哪些不同类型的问题 要想创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设计思考者必须平衡三个方面 可能性 可行性和需求性 普通的设计师可能会依次单独解决每个方面的问题 而设计思考者会融入这三个方面 形成一个和谐的解决方案 日本的游戏产品任天堂WII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它完美地诠释了可能性 可行性和需求性三者之间的平衡 任天堂游戏公司在游戏机中 加入了手势控制的功能 这种技术在当时可能是最先进的技术了 它不仅能够发明出来 而且在实践中也能够行得通 因此这就同时结合了设计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此外 该公司的产品定价低于市场上其他的游戏机 同时为玩家提供了身临其境的体验 实现了设计的需求性 因此这款游戏机成为了当时任天堂的主打产品 在你的设计项目过程中 可以考虑把这种综合法作为设计思维的基础 创新设计方案来源于观察者和消费者 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 设计师的工作就是将需要转化为需求 听起来很简单 那么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设计思维认为 灵感来自于观察力或者近距离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 心理学家简福尔顿·苏利说过 人类太擅长自我调整 适应环境 所以常常忽略自己某些不经意的行为 但是这些行为却往往能够被敏锐的设计师捕捉 产生灵感 比如办公室里有个员工 看到办公桌下面有许多杂乱的电缆 他可能会不自觉地就找到一些标签 贴在每一根电缆上进行分类整理 但是如果你直接问他 怎样整理办公室里一堆杂乱无章的电缆呢 他可能根本就想不到这种解决方法 这就是观察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观察为了了解人们迫切的需要 提供了有效的洞察力 设计思维不仅仅是一个观察的过程 它还能帮助人们为自己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 一旦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他就会有更高层次的心理追求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 良好的客户体验能够满足这种高层次的需求 由于每个客户都有不同的需要和追求 因此设计思维建议 让客户亲身参与到客户体验的创造过程之中 这样的产品才能符合每个客户的独特需求 赢得他们的喜爱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全时超市是美国最成功的零售商之一 它为顾客提供免费的试用品 以及多种符合顾客生活方式的健康产品 为顾客提供了满意的购物体验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全时超市里 顾客甚至可以在超市里面做饭 这种让顾客亲身体验的方式 增强了顾客的互动性 为他们提供机会 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产品 思考时不能单纯靠头脑 应当手脑并用 借助设计原型 可以让创意更好的实现 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乐高玩具 用一块块积木建造属于自己的梦幻世界 可是作为成年人 在我们动手实现自己的创意之前 发明和创造的过程都已经在头脑中完成了 一边动手一边思考 有一个相对应的术语叫做原型设计 对于设计思考者来说 原型设计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策略 可以更快更好地展现某个创意的实行结果 用材料切切实实地把创意展现出来 比单纯在头脑中构思更有效果 原型设计可以帮助我们尽快了解创意的缺陷 采取整改措施 所以原型设计不是等到最后阶段使用的策略 而是从开始就应该使用 越早使用 创意就越早定型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 苹果公司第一个鼠标的原型 来自于滚球除臭剂和一个成黄油的塑料盘子 一旦创意有了原型 就要尽快把它投入实践 观察一下人们如何使用 这样你就可以尽快确认创意是否可行 以及人们在真实情况中究竟是如何使用的 比如德国电信子公司T-Mobile 在通过移动电话建立社交群组的初期 在市场上同时投放了两种产品模型 并且同时观察用户的互动反应 通过这种策略 公司深入地了解到 哪一种方式对于用户更有需求性 原型设计的功能之所以如此强大 是因为它结合了设计过程的三个范畴 第一 原型设计能带给设计师灵感的源泉 对原型的使用和观察 可以激发设计师产生新的创意 以及相关的改进措施 第二 它是一种有效的创意测试和开发策略 也就是说它非常适用于构思阶段 第三 原型设计可以展示出创意的可行性 证明创意是否真的能行得通 以及能否投入到市场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也非常适用于创意过程的执行阶段 设计思维通过讲故事 加强产品与用户的联系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讲故事 讲故事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创意和概念 因此 讲故事在设计思维中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设计思考者通过故事 让产品更贴近客户 为了设计出一个好故事 设计思考者必须明白 产品是怎样生产的 以及客户将如何使用 重要的一点是 故事情节必须涉及到客户的每一点信息 追溯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 以拓兵者为例 这是创建于新西兰的一家户外服饰公司 厂家为每一件衣服都附加了一个代码 顾客可以通过这个代码 追溯到夹克上的羊毛 在新西兰的产地来源 甚至可以追溯到相关的美丽弩羊 具体是哪家农场饲养的 设计故事的时候 还应该考虑到 用户在产品寿命范围之内 是怎样使用这个产品的 IDEO公司的设计师 曾经接手了一个项目的营销设计工作 这个项目就是如今 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前身 设计师们设计出了一个 水手海上航行的故事 从一个港口再到另一个港口 每个章节中 水手都遇到了某种困难 而困难的解决方案 就是这个产品具备的功能 客户自己写的故事 是最有意义的 公司让客户参与到 故事的创作过程中来 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倾向于 使用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 美国红十字会 就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点 它邀请人们 分享自己有关献血的故事 和动力来源 比如某人曾经献血 拯救过一位母亲的生命 这种讲故事的过程 增强了献血者将来 再次献血的意愿 这些故事可以让献血者们 更深刻地记住 他们做过的善举 同时也可以激励 新的献血者做出贡献 创新成功的基础 是精明能干的队伍 以及良好的工作氛围 你知道吗 谷歌公司里有粉红色的 火烈鸟和冲气恐龙 皮克斯公司里有海滩小屋 几乎全世界的创业公司 都有休闲区和乒乓球桌 这种良好的待遇 是公司文化创意性的标志 不过要想激发员工创新 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海滩小屋 或者舒适的沙发 如果公司愿意支持员工进行实验 并且接受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 创新自然就发生了 相反 如果人们害怕尝试新事物 工作就不会有突破 员工们太过于害怕失败的后果 不敢放手去进行开发 或者测试他们的创意 要想孕育新的创意 就要提供一个对失败和学习 高度包容的环境 因为失败和学习 是通向创新的必经之路 创新也需要一个合适的团队 建立一支多元化跨学科的精英队伍 有助于激发企业的创造力 任何项目都需要投入最大化的人力资源 包括设计师 工程师 市场经理等等 尽早将这些人才纳入团队之中 可以帮助你尽快实现跨学科思维 或许设计师 会计师 以及软件工程师 会各书己见 意见相作 但是他们的想法 差不多都具有可行性 并且有一定的关联性 为了方便起见 需要尽快采用他们这些创意 精英团队需要自己的工作空间 因此公司需要为他们提供指定场地 同时互联网也可以为他们提供 无数的创新灵感 加强队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比如美国易诺新 就是一个这样的网络平台 在这个平台中 任何研发团队都可以提出问题 而后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 设计师 工程师提供解决方案 离开网络 回到现实办公室之中 公司应当指定一个特定的区域 用来作为创意中心 其他所有部门的同事 都可以离开自己的办公座位 汇集到这个指定区域 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 优秀的设计思考者 总是会多问几个为什么 并且愿意将自己的想法 与更多人分享 让很多父母头疼的是 孩子们总是针对简单的事情 问许多为什么 孩子们从自己的视角 发现世界 了解世界 他们需要想方设法弄明白 自己看到的和经历过的 到底是什么 同样 优秀的设计思考者 也总是喜欢问为什么 这种提问 可以让人们重新解析问题 了解相关制约因素 并且找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不能因为听说某个事物 一直都是这样 然后就想当然地 接受它现在的样子 我们要经常想一想 现在的解决方案 已经是最优方案了吗 我们在第一时间提出来的问题 真的合理吗 在人类农业文明诞生之前 原始人要跑遍许多地方 去收集水果和蔬菜 这种耗时耗力 偶尔空手而归的劳作方法 持续了几千年 终于有一天 有人问道 我们知道植物 是从种子里长出来的 植物也可以长出种子 那为什么还要跑那么远的地方 花那么多的力气 去寻找食物呢 这个简单的问题 变成了激发创新的跳板 而后农业 以及农业文明就诞生了 优秀的涉及思考者 并不满足于 仅仅发现问题 找出解决方案 相反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创意 分享给别人 让这些创意 能够给其他的创新者 提供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人们总是喜欢 把自己的创意隐藏起来 不让别人知道 毕竟他们为这些创意 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把创意 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想垄断自己的创意 不允许任何人插手 或者修改 但是这种垄断的做法 对于创新领域来说 是大错特错的 如果你把创意 尽情分享给其他人 在别人的帮助下 你的创意 很快就会得到改善 所以分享 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做法 设计思维 可以激发消费者 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改变现状 实现环保 人类活动造成全球气候变暖 企业和设计师 需要考虑 如何才能帮助人类 保持宜居的气候 设计思维 可以让人们 了解严峻的环境问题 增加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 鼓励每个人 都采取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人们本身 对环境可持续发展 并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 企业就需要想办法 根据人们现在的表现 或者人们容易接受的行为 帮助人们 培养可持续的生活习惯 例如 设计思考者发现 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 更注重的是 产品的款式和舒适度 而不是能源消耗 对此 美国能源部决定 在推销产品的时候 转移推销重点 鼓励美国人 采用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因此 设计师开始探索 如何创造出 既时尚又节能的产品 以及在购物过程中 能够吸引消费者眼球的 信息传播工具 设计思考者也知道 要想让人们 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 仅仅依靠现实数据 是不行的 他们还需要考虑 怎样才能更容易地实现 可持续发展 他们找到了一种 有效的方法 叫做改革的驱动力 首先需要一组卡片 卡片上面写着问题 以及相关答案 比如 你能够承担未来低碳的生活方式吗 这些卡片 通过简单的描述和图像 向公众传达相关信息 许多区域都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方法 推进可持续倡议的发展 设计思考者 应该了解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 从原始材料的提取 一直到产品的报废处理 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想要寻找环保创新的机会并不难 关于这种设计思维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美国的潘利亚 这是一家专门生产天然护肤品的公司 它的产品包装袋 是用一种可以降解成花肥的材料做成的 里面装有野花种子 消费者只需要把包装袋 用水浸泡丢进后院 然后就可以耐心等待 它发芽开花了 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书中的主要信息 要想实现能够改变世界的创新 首先要有正确的设计指导思想 思维要灵活多变 要汇聚众人的智慧 还要注重创意的实际应用 以对人们带来的启示 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 就是每天问一个为什么 对于每件事情都要提出一次质疑 从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到日常生活中累积的基本常识 你可以学会灵活地解决问题 产生产品和服务的灵感 好了 蒂姆布朗的Ideo 设计改变一切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